小珍自招抢严正新医师。修认与阿良互动甜蜜。 小珍发起为爱发声的活动,送爱给喊病基金会。 图记者业证薰社。2010803.10。 小珍今,10、日出席与二分之一强所举办的为爱发声公益活动,透露本来就在寻找需要帮助的团体。 是看到侯佩岑小儿子的情形,才决定联合举办。 小珍爱心不落人后,也时常教导女儿Emma要多做善事,透露女儿还会默默整理自己不需要的物品,准备捐给需要的人,让小珍相当感动。 小珍近日接拍实习医师斗歌,加上又要主持,举办公益活动,坦言的却有心忙不过来,问及有没有与老公李金两套交一番。 小珍,她笑说,我老公有很多学弟都是骨科医生,所以听了很多医院的故事,我也想说怎么没找我严整型外科。 当再进一步询问,两人有为此事更加温吗?小珍也笑说,我们其他的事也讨论得很热烈。 鱼会不会再生下一台,小珍表示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,暂时没打算,但她也透露未来可能会与诊所一起做善事,具体计划仍在构思。 两分之一强情男们与小珍还有粉丝,一起做爱心送爱给喊病基金会。 图记者业证薰社,2010803.10。 为爱发生公益活动已举办第二年,这次事情粉丝花钱竞标与行男的用餐机会,总共获得18万,将全数捐给罕见疾病基金会。 竞标金额最高5万块的是小珍本人,她笑说,那个人好像一直竞标没成功,应该是抱持住梅鱼虾也好的心态。 图记者与粉丝用餐要讲什么?小珍先是说,不用讲话,然后做事要与对方接吻,笑翻全场。 小珍发起为爱发生的活动,一起做爱心送爱给喊病基金会。 。 。 图记者业证薰社。20110803.10。 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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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